13本月本14本想要获取三星 除了使用超南流还可以使用哪些流派 我的答案是闪电边狗球 刚好这场联赛也是遇到了一个14本满房 而我们这边则是一个13本 那么就看我13本是如何使用闪电边狗球将它拿下的 这边上面写下荣野猎犬 在下飞艇等飞艇飞到大本的旁边 先给隐身解体飞艇 然后狂暴法术给上 接下来隐身法术变弹就迅速迅隐身 如果你还没有15本16本可以找一下一手游 上面有很多部落号国服和国际服的也都有 填好自己的部落数据还能估算价值 这边前夕闪电边也是打完了 大本和大本周围的防御建筑也都处理的差不多了 左边这边上下两边先下超满断边 超满把上下两边的边断好了 先下冰人再下蛮王 蛮王直接开启技能地震机靴直接开墙 接着左边下女皇 让女皇和蛮王进去处理防御 双王这边冰人炸了 蛮王往下面溜边去了 里面就一个女皇 中间的多头女皇这边没办法去处理了 女皇这边丢了个骷髅法术吸引住了投石炮的伤害 虽然说中间的多头女皇没办法处理 但是左边的投石炮还是可以带走的 女皇这边残血了 直接开启技能 下面开始下狗球部队收尾了 左边下气球部队 勇王跟上气球 接着左边再补一些气球 左边下只狗 然后左边给平急速 右边也开始下一组狗球收尾 右边这组狗球要遭遇投石炮 冰动法术动一下右边的投石炮 急速法术给右边的狗球部队 润土跟随左边的狗球部队收尾防御 冰动法术继续动住右边的投石炮 接着等左边的狗球部队来收尾防御 最后一瓶急速法术给左边的气球部队 勇王开尖身保护气球 手上的亡灵放下去 清理下面的建筑 上面这边还有电塔群和三个英雄 不要法术给对面的英雄 接着下超门逃伤害 下猎手处理对面的英雄 然后就等润土和气球 来处理上面的防御建筑 润土过来处理对面女皇了 打掉对面女皇润土直接开技能处理掉电塔群 接下来就是润土和蛮王皇城PK1V1的对决了 右边这边还有个箭塔 几个气球过来处理了 现在三星只是时间问题了 上下两边都是有亡灵清理建筑的 现在只需坐等三星 虽然说时间不够 没有成功三星 两星九十九四舍五入 那就是三星 一个十三本打一个十四本满房 差一点三星 真的是越想越气